学习佛法有它的规律 你看规律 不是说想当然的去学 那么这就是举于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重要的例子 最重要的例子 那么比如说咱们这个吃生病 到中药铺里边去抓药 咱们肯定得找医生 帮我们耗磨 让人家给抓出来 让我们去煎药喝 但是呢 我估计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 我们这个药铺的每一个偷窃匣子 放的中药 可能根本就没意识到 里边的问题 我们肯定不会认为啊 这里边中药 是个很坏的问题 对吧 对我们来说 很可能天然人认为 每种中药都很好 都很好 都不会认为说 这个药好 那个药不好 肯定是这个样子 而且 比如说我们让人家中医 帮我们开了药方 抓完了这几副药 你也没人说 哎呦这几副药 别的药都不好 肯定没有 没有人这么理解 但是呢 学佛法呀 往往都是这么来做的 一学佛法呢 就认为我学得好 别人学那个不好 或者说 这个能解决问题 那个不解决问题 往往就 就把自己 就把里面就搞混了 搞不清楚 这个原理 所以说 我们这个 学佛法 佛法跟这个中药 其实是一样 每一种 佛法都很好 都是平等的 就好像这个 一个方法 就像里边一个中药 那个样子 只不过是什么呢 我们说 你不能乱吃 自己没事 到中药铺里边 没种药 都抓一点 回去就熬上喝了 那喝的结果 肯定要出问题 佛法也是这样 你一定要 首先 找到 我们自己 有啥问题 然后呢 从这个佛法里边 找适合的方法 解决我们的问题 一定是这么的道理 而且当年佛祖呀 就是这么 这么给人 叫人的 谁有啥问题 佛祖观察以后 就告诉他 你有什么问题 用什么方法 去对治 都是这样 我们现在学佛呢 往往忽略了我们自己了 不看清楚 我们有啥问题 就到处抓药 到处 这个药 说好 我们就吃一点 那个药 好吃一点 都来吃了 你要知道 吃了对药啊 会有问题的 你比如说 我们知道 人生很好 人生很名贵 但是不是说 想吃人生 你要是上火了 吃人生 很可能 要更麻烦 对吧 上了火啊 应该吃干草 可能好 对人生 不是说 药好 我们都得吃 吃完以后 很可能 要命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么吃的 你打得比方说 金刚经很好 佛法里面 金刚经很好 我们读完以后 很优美 讲的心性问题 即使不懂 也看了以后 很开心 讲了很深的道理 我们看了很欢喜 甚至对生活中的 很多思想呀 有一定的指导性 很好 但是 是不是说 金刚经都能知道 我们一切呢 也不见得 过去这个禅宗啊 它主要就是 因为六祖 应兴的时候 五祖就用的是金刚经 所以金刚经在 后世影响特大 那么在禅宗 刚刚开始的时候 甚至很长时期啊 那些禅宗的祖师 我们要知道 人家是有基础 五祭祀山呀 这个因果呀 人家已经做到了 在这个基础上 再学金刚经 看万法皆空 这个没问题 到后世呢 基础没有 只是把金刚经 拿来作为一个依据 万法皆空 既然空的 我们这个有啥用呢 没有 对吧 英国有啥用呢 我不怕 跟我没关系 结果呢 不重视基础 反而啊 应用曲解了 平静的意思 自己呢 就去 该犯戒的犯戒 该造业的造业 结果最终是 摆脱不了啊 英国轮回 阿姨规律 就会出问题 所以说 对这批人来说 不具备基础 而学高级方法 在用高级方法 指导自己 自己 不理解 这个真正的含义 就把自己啊 害了 害了 那么金刚经 对这批人 来说是什么呢 毒药 金刚经 本身 没有问题 你理解错了 而去用它 它就是毒药 但是又要明白 这个 吃药啊 一定要对症 学佛啊 要对基 不能跨越阶段去学 去跨越阶段 要高级的东西来 指导我们 不对 不一定 不对的 现在 现在这个 大家是 问题最主要 就是 各种的癌症呀 或者说 富贵病比较多 这个 我们有这个杀业造成 吃肉太多了 造成的 当然这个 过去 累生累生 跟这种业力啊 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 令我们去 入手点呢 就是 五戒十四案里边的一个 不杀 第一条 入手的 从这儿入的时候 所以就提出来 大家要吃素 不吃肉了 另外呢 后边还有一条 叫放生 现在改成护生了 因为我们 大家有问题以后呢 你得解决 怎么解决呢 首先我们就 要 把这个杀业呀 断掉 断掉以后呢 我们至少 把饿止住了 不再 把这个 过去做 病虫口入 你吃肉啊 吃多了以后 慢慢这个病 就积累起来了 先停止 这是第一条 那么后一边呢 就是 我们放生了 就是要 也是我们一种 一个表态 心里边一个态度 态度认为 我们不杀了 不仅不杀了 而且我们还要放生 这样的话 我们过去 伤害了五性众生 一些冤金在主 他就能够 容易原谅我们 就这样 这是个断恶 那么过去 已经造成的 这些业力 怎么办呢 就要第一 要忏悔 那么过去 很多人读 《地上经》 效果就不明显 为什么不明显呢 就是因为 我们过去 伤害这些 无形众生 太狠了 而人家是 充满了仇恨 所以呢 人家不接受 这个化解 所以我们还得 先忏悔 忏悔 忏悔呢 忏悔有三种方法 现在我们选择两种 一种就是在 大气期间 我们自己的 发挥忏悔 还有一种呢 就选择这个 过去这个 四月早晚功课里边 晚功课里边 一个大忏悔文 用那个来 外忏悔 两种方法 这个忏悔啊 就是认错 首先要认错 用五介式善这个标准 和我们对照一下 看看我们啊 错在哪儿 哪些方面 做得不足 做这个事情 首先要做这个 认识不到这个错误啊 我们就没法改正 现在我们很多人 同学打完机回家了 你说 我们不吃肉了 什么的 家里人就不乐意 你说 他没有学过 不知道五介式善 这个原则呢 他认为他没错 自己觉得 他怎么 你不认识到 这个是错误啊 你就没法改变 你说怎么改啊 他不错 他认为正确 他为啥要改呢 所以首先要认识 这个自己的不足 认识错误 认识到错误以后啊 我们才能改 改过来 这最后要达到 有后不复照 不再犯了 不重复了 所以要忏悔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忏悔业障 也是普贤普 在普贤行愿品里边 十大愿望的一个 一个 比较靠前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条 修行原则 而且这个 普贤普在行愿品里边 讲 忏悔业障 是无穷尽的 不是说我们 拜上多少就完了 唱会到多少就完了 无穷尽的 普贤菩萨 他成为菩萨了 他还能成为业障 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你只要没成佛 都有问题 都有不足之处 即使说 像米勒菩萨 他就要 以后就要成佛了 他只要没成佛之前 依然还有问题 这个非常威胁 少了 是这样 所以要 没到成佛之前 我们啊 要永远要 忏悔下去 这个忏悔的原则 就是什么呢 你无论 进步到 多远 多高级 只要你没缘 你都有问题 你一定要找到 你的问题不足 这也就是忏悔啊 最重要的一条 所谓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就是说 这个忏悔 这个事情 是永远要做下去 那么这个忏悔 实际上是一个 普世价值 为啥呢 你想 其他的宗教 都有忏悔这一条 包括我们 人也有 人有反省 对吧 现在咱们 这个国家 也有 这个 也有批评 自我批评 这对原理都是 这 跟原理都一样 所以我想 我们提倡忏悔啊 有他们很多的 用处 我们如果说 每个人都懂得忏悔 都懂得啊 不停地发现自己的 不足 不断地改正自己 提高自己啊 我们就会永远走到 一条正确的路的场合 不会走到 那个 有问题的地方 问题积累太多了 到处事了 没办法了 那时候 再报复掉 有时候就来不及了 所以 参加一言张啊 这个 这个 方法 它不仅仅是 解决现有问题 它其实 是成佛呀 永远要做的事情 学习路上 永远要做的事情 所以 这件事情 要忏悔 这个 我们在 我们这个方法里边 也特别 强调 忏悔 强调 大家要 拜忏 拜忏 那么 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最多的统修 拜忏已经 超过二百万了 在北京 我们有个 眼祥师兄 咱们家也有 拜过一百万的统修 好多地方都有 原来 新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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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就是拜忏 而且你看 咱们拜忏 一百万 两百万 统修不仅说 没有背着 累倒了 扛倒了 而且反而是 精神很好 身体很好 所以说 忏悔业障 这一条 是非常重要的 是修行 最基础的一步 所以特别 提到大家 多拜忏 这是 它的原则 原理 那么 我们想 多拜忏 以后 慢慢 我们身心内 在过去 伤害的 这些 无形 他们在我们 这个身心世界里边 人家是 听不清楚 你想什么 看什么 做什么 人家实体上 非常清晰的 非常明白 那么 我们这个 心里边 起一个 忏悔念头 他就知道了 只不过 有的呢 伤害浅的 我们忏悔 我们才通过 圣经呀 念佛 他们很容易超多 那么 有一些 业障重的 我们 给人的伤害重的 你不会轻易说 放弃报仇 这个就要反复的 向人家 忏悔 反复的认错了 那么 到一定程度了 佛在里边 八佛在里边 给我们做 化解的工作 情况超多了 这样的 这是一个 这是忏悔的作用 所以 大家 为什么提倡 拜伞多呢 你拜伞多 和这个 约定在主 工作做的 充足了 你就会面解决问题 面解决问题 是这样的 这是有他的原理 也在 有的是 实践中间摸索出来的 坚强快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提倡 就是要念 送地藏经 地藏经 为什么要 送地藏经呢 而你地藏经 为什么血 这么长的呢 因为现在 大家 这个 现在社会 节奏又快 你没有办法 安定下来 过去 农耕时代 你说 持戒很容易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农耕时代 你种种庄稼啊 或者能做什么 没有太多娱乐设施 你自己 很容易安静 环境啊 不会不让你 闹腾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 环境太复杂了 你已经安静不下来了 安静不下来了 所以 我们要选择了 一个长的经验 为什么呢 正是因为长 所以 你必须得念完 念完了以后 至少念这一小时 或者两小时之内 你顾不上去 去看电视 顾不上去干别的 就是 人为的 给我们自己 创造一个 相对清静的 一个时间段 是这个意思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否则呢 念的时间 短 很快 你想 有的同学就说 我念念那个 地藏 地藏 心咒吧 那么很快吧 念108遍 你说什么 顶一 你欠地藏 那我就说 你念完108遍 其他时间 你干嘛去了 如果其他时间 你既然去 去玩去了 折腾去了 那你还不如念心 至少 你把这点时间 放在 诵经上 而不是去 折腾别的去了 造业去 我们啊 给大家创造 用这个方法 让大家干什么呢 创造一个 守戒的机会 你比如说 我们 每天 有个 三个小时 诵经 拜承念佛 那么你这三个小时 你就是 等于 和佛陀在一起 这三个小时 就没有 跑到外边 跟那些 外在的东西 在一起 不搞一些 堪称的事 都没去 就是在这个 现代社会里边 这个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们给大家 用这个方法 创造一个 相对清净的氛围 整个这个过程 是什么呢 让我理解 都是守戒 你自己约束在这个佛法里边 你就不会去 到外边去 跟人家 下聊天 或者 干别的事 创造一个条件 所以说 要选择一个 长一点的经典 短的呀 很容易 但是呢 你把这个图 就真的变得去 真的完了 你依然造业 最后对自己 是没理的 没有好处 目的是这个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呢 地藏经 它专门讲的 就是英国五戒十三 把我们这个世界 六道的原理 说清楚 把这些什么教学 还有一个一点呢 就是 你地藏菩萨 它有大怨力 大威神力 它专门呀 就救度这些 最恶者的众生 解决 最难解决的问题 它有办法 它有办法 它有能力 所以我们读地藏经呢 请地藏菩萨 帮助我们 化解这些问题 效果就宽 大家举个例子 一样 四大名山 就地藏 这个九华山里边 这个全身 这个肉身舍利多 十几个 这个出家 去世以后呢 这个全身 它保留住了 好多 为什么呢 这就说明 这个地藏经 威力大 它这个地藏菩萨 它这个力量强 天天修这个法门 慢慢就把你的身心 内在变化的特别 彻底 慢慢全身 就成为一个 艰苦的 一种光明物质 它就不坏 所以这个地藏经的力量特别大 它能解决无数个问题 最难解决的 是地藏菩萨 根本解决 就跟我们现在人中一样 专门有人能解决 最顽固的 不好解决的 但是有的人是解决一些容易解决的 有的人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总有人要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 就地藏菩萨 就是做这个事情 是这样的 那么 后边就是 前面讲这个吃素放生 还有这个 忏悔和诵经 前面就是吃素 就是断饿 断饿 从五戒十三的第一条做起 入手 那么 后边这个忏悔呀 诵经呀 放生呀 都是干什么呢 都是超度以前 解决以前 我们已经造成了问题 就是做这个事 专门用针对性 这是前面四个方法 第五个方法 就是提出行善 行善 行善也是普世价值 就是 无论各宗教啊 这个社会啊 都是提倡行善的 佛法里面 以为十三页道经 才能讲这个东西 那么 行善 实际上更多是一种 表现在我们 理解了佛法以后的一种实践 行动 我们在六部题里边 提倡大家 日行一善 为什么呢 因为行善 都标准了是为别人 为自己是恶 所以大家观察观察 我们每天的起行动念啊 言谈举止啊 往往是什么的 都是为自己的 都是自私的 所以真正说能够真正为别人啊 做点什么事情 其实是很少的 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要从日行一善开始做起 不多 先从一点训练大家 培训自己 改变自己 改变了以后呢 那么到一定程度了 我们逐渐的 为别人做的多一点 考虑的多一点 把别人放在前头 那么到一定程度了 我们还可以发菩提心 一起为别人作响了 就是像菩萨 像佛 逐渐的考虑 往那个方向走 行善 行善是很重要的一条 那么第六条呢 就是念佛 前面这个五项 五过去 通通是基础 都是五戒十三的念 都是五戒十三的念 最基础了 最后呢 把我们的身心改造完了 我们再加上念佛 就能往生希望 现在社会啊 真正往生希望的人啊 不是太多 念佛的人是特别多 真正能够成功的人 其实并不多 为什么呢 我理解的是 我们自己没做到 没做到 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 并不仅仅是为了念这句佛 而且要干什么呢 要把阿弥陀佛 所包含的一些内容啊 一点一点熏透我们 慢慢慢慢我们得做到 这是最快捷 你现在人是嘴上念佛 实际上呢 行动上 跟念佛是没关系的 说的话呀 思维的东西啊 都是自私自利的 还在里面搞谈论词 所以呢 一边念佛 一边造业 你说这咋能去西方 这段时间去不了 去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 着重点要落实在哪里呢 着重点落实到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啊 要从身口意 这三个方面啊 一点一点落实下来 按照五戒十三的要求啊 真的去变 真的去变 你不去变 你一边说是 我们是学佛的 一边呢 做跟五戒十三完全相为悖 那你说 你怎么是佛教徒呢 他就不是 过去洪一大师 在他的演讲录里边也讲 就皈依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 比如说你从一个国家 到另一个国家了 你到了这个国家以后 你必须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 你不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啊 那你哪叫皈依啊 所以说 我们比如说皈依了佛法了 学佛了 那佛讲的五戒十三是最基本的规矩 我们就得遵守 你一边皈依了佛法了 一边不遵守佛的规矩 那你说 就像我们好多人 现在很多人还想移民到美国 加拿大 你去了 你说能不能说去了 我们就可以抢东西了呢 你肯定不能抢 抢了把你抓起来了 这就是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皈依了佛了 学佛了 那佛定下的这些戒律 我们就得遵守 你皈依了佛 不遵守佛 那你这个皈依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 学佛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民本这个因果 遵守佛 就是要落实到我们自己的生意 做到 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你做不到啊 都是白雪 浪费时间 可惜了 这是最最重要的一条 最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 那么具体落实在哪里呢 我们就提倡大家平时 要做功课 要做功课 这个达完期以后 我们教给大家一套方法 每天啊 就建议大家要拜灿 要顺帝当经 要念佛 每天要按这个方法 落实 做功课 一定要做功课 为什么要做功课呢 大家要知道 我们只有做功课呀 才有佛的功名啊 来帮助 照到我们身心里边 帮助我们改变里边的身心状态 改变我们身心里边的结构 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的社会 你靠我们自己一个人啊 去改变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你说 好不容易起了一点念头 很快被设备的各种影响跑了 很难自己真正像过去古人那样 真正去自己改造 自己修作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福利带着我们往前走 靠福利 所以这个做功课是最重要的一条 每天做功课 可以说我们每天啊 就像把这个电源插到 插箱插到电源里边了 跟佛那儿就开始那儿 从佛那儿充电了 改变我们身心了 如果我们做功课 中间有一段时间你都做功课了 你很快啊 身心里边 心灵世界里边就 污浊了 这个跟神一样了 跟现在这个社会一样 你家里边 你说 三个月不打扫 你肯定是张死了 你的精神世界一样 你说三个月不做功课 好快就黑了 好快就黑了 因为咱们这个世界是 勇足恶势 环境啊 不知不觉的影响你恶着了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每天啊 务必要做功课 一定要做功课 用佛光改造我们的身心世界 这是最重要 哪怕少也要做 当然我们建议大家 从少一点一点的适应 平衡 慢慢再增加 逐渐的提高上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